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不经期更新的好物推荐 话不多说先来我们的第一件 富青的安静酸洗面奶 价格是75克118 然后我选择的是在国防洗衣店购买的 我看一些其他的店铺也有卖75克 58 65的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鉴别它的真假 毕竟它也算是一个驱逗产品 就宁可买贵了 我也不敢买个假货 知道怎么鉴定别真假的同学可以分享一下 之前我就用过他们家的驱逗面膜 然后效果真的不错 后来就买了他们家这款洗面奶之后 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首先价格就比较适合学生党 作为一款安静酸洗面奶才不假滑 一般的驱逗产品用完之后 还多多少少会有点干 会有点紧绷 我是混干皮 用完之后完全不会 而且清洁力又足够 我和人家痘痘长的不是特别多 一般我就是刮骨子的时候 我是落腮骨子 我这一圈都有骨子 可能会刺激到毛囊了 然后偶尔会长几个痘痘 就是在用了这款洗面奶之后 明显的就感觉到痘痘就长的就少了 而且它恢复的特别快 可能今天长了一个痘痘 用下这个洗面奶 可能过个一天两天的 它自己就消掉了 它成分也很温和 是用各种复制 最主要是它能去满虫 有时候你就是皮肤问题 很有可能也是就满虫造成的 满虫造成的 然后像有一些你反复长痘啊 长臂口啊 或者害羞比较多的同学 都可以试用一下 而且它官方就明确说了 它就是你健康皮肤可以使用 尼用皮炎 挫疮 湿疹 九刀鼻 这些同样可以使用 有都是驱动嘛 有都是预防 可以常备的一款产品 总体来说完试 推荐 然后下面是艾尔博士的浅导精华 价格是109 20克 艾尔博士是弗里达旗下的产品 弗里达旗下的产品 就是品通一直都是没得说 那肯定了 我们生物的品牌 好 官方认证 浅导精华又是艾尔博士 他们家的迷品产品 真的是我会无限回购的一款精华 全网基本是零差评 跟我一样 什么什么形状跟你一样 全网零差评 好 然后我其实之前一直是 不是特别喜欢用精华的 因为特别像是晚上睡觉之前用的时候 就是都会有一点黏力嘛 就不太好吸收 比较喜欢用水 但是这款精华真的就是改变了 我觉得精华的概念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就是它刚刚挤出来 有点像乳液 但是 你推开一秒化水 然后同时它还能修复皮肤 受损屏障 保湿补水 舒缓皮肤 就是一瓶多用 你全能吗 全能 好 特别全能 日常生活中 你的需求基本它都能够满足 它为什么叫前脑精华 就是它要用在洁面之后 先用前脑精华 然后是后续的水乳 眼霜或者你其他的一些护肤产品 它能够增加你其他服务品的吸收 就起到一加一大约二的效果嘛 它的配方特别的安全 没有任何枝豆和致敏的成分 这是它的成分配方表 任何复制适用的 就熬夜必被神奇 我真的觉得就这么一瓶精华 它能够满足我目前几乎是所有的皮肤问题 性价比真的特别高 你看它算是一个初级的抗衰老产品 然后它同时又能够无睡保湿 顺利美稳 然后修复皮肤屏障 然后现在年轻人熬夜也挺多的嘛 你看复制辣黄啊 有细纹啊 或者暗沉啊 它基本都能够解决 真的性价格特别高 好 山东的产品 有XXX 下面是Nomi的太空人水壶 我和人民带七一逛街的时候买 价格好像是69 然后它同系列还有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是带个杯盖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样可爱的太空人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些 星星 对金色的星星的印花 然后它还有送一个这样的过滤圈 觉得生活中你买一种这样很可爱很好看的东西 你特别能增加你生活中的幸福呀 就是每次我如果厨房看到这个可爱的太空人 我就特别想给你们拿来一句 爸爸 下班回到家 老公让你一天 多么辛苦呀 爸爸 买个家 爸爸 买个家 买个家 喝一杯吗 XXX 给你倒入水怎么办 你多点水不行吗 好 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玻璃的制品 因为拿脏了一眼睛能看得见 能保持它一直很干净 如果你每天喝水不多的话 你就可以尝试买一个 你特别喜欢的可爱的杯子 或者可爱的茶壶 绝对能让你每天多喝不少水 直到你对这个杯子失去新鲜感 然后我们再买下一个 这个杯子虽然它有过滤圈圆 但是它不太适合泡茶叶 而且茶叶有茶字 它不是特别好清洗 它比较适合泡果茶或者是茶包 你像我买的这个时候 我就自己尝试做了桃子果酱 这种果茶的做法都大同小异 就是水果切块 然后放上冰糖和蜂蜜煎一下 你把煎好的桃子果酱放在里面 然后再倒上你能弄好的乌龙茶 就是自己做的蜜桃乌龙 然后前段时间我燕燕燕 那边拿给我做的那个 冰糖雪梨 对冰糖雪梨 就是做法都很简单 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是让大家尝试买杯子 尝试做果酱 都尝试啊 你做果酱肯定想有个好看的壶吧 不然拿个什么紫砂的什么壶 你也没有欲望往那里做呀 专门买了这个壶之后真的 你不想泡的好看的东西吗 在里面 没有这个欲望吗 他不懂 他不理解 他不喜欢那么可爱的东西 反正总体来说还是 推荐 好下面是公牛的双接口快充插头 公牛这牌子就也不用多说了嘛 就是现在大部分手机都支持快充了 但是好多设备都 好的手机都没配备快充插头 而且一般快充插头的体积比较大 像你要经常出差的话 你一般也要拿一个手机 一个派的 或者一个双天堡吧 究竟怎么都得有两个插头 但是两个插头就太麻烦了嘛 太粘地方了 有个这样的双接口就很方便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它能支持 充满了之后自动断电 这样就能很好的保护你的电池 延长你电池的使用寿命 还有个挺人性化的设计就是 上面不是有两个有两个按钮 你要把设备插上之后 按下这个按钮才会通电 但是如果你的设备没插上 或者你这个接口松了 你的设备没充上电的话 你一会自己就灭了 就有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就觉得咱们好像少了点什么 后来我就问你 是不是你手机没充上电 就发现手机没插稳 这个灯没亮 因为它每天晚上都亮 突然每天晚上不亮 我就特别不适应 这样能提醒你 看你的设备是不是充上电了 也不会嘛 一个59然后设计 我觉得也很人性化 用了都有六七个月了 没有任何问题 从你来说 再见